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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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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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现场还有正在线上观看我们今晚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腾讯视频2020星光大赏的直播现场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腾讯视频VIP林海 欢迎各位 腾讯视频不负好时光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腾讯视频VIP姚淼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大家晚上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啦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腾讯视频VIP又名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腾讯视频VIP郭涛 欢迎各位又来到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 非常非常的开心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年的腾讯视频VIP新光大赏 姜淑颖 很开心今年能够以这个特别的身份来到2020星光大赏 那么连续五年我们星光大赏已经成为了大家年末最受期待的一次约会了 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和掌声了吗 让我们来听一下 好不好 好 掌声 非常谢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在线上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 当然也允许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 还有马鞍山正铺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 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今晚的活动由打开百事 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 本活动由明星作家北京现代第七代伊兰特赞助播出 本活动由一起拉娃娃把宰宰带回家的微店APP赞助播出 在这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喜爱腾讯视频的小伙伴们 再次的欢迎各位的光临 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尊贵的腾讯视频的VIP们 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今年我们的星光大赏也多了很多的第一次 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星光大赏的新朋友 也有第一次带着作品来到我们星光大赏的新人 那我们今年的舞台也是第一次搬家来到了南京 那说到南京呢我们必须先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我们的干饭人 干饭魂 老板娘 鸭血粉丝来一份南京市真的好吃呀 真的是个吃货 对呀 佑鸣听完你的表达之后啊 我感觉大家都是奔着星光而来 而你不同啊 你是追着味道而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们今天是为谁而来呢 看来在现场的都是有心人 腾讯视频呢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并且听见你们的心声 并且他依旧是那个最懂你们的人 是的 我觉得江江说的特别好 有心人 那当然不管你是我们的影迷 剧迷 综艺迷 或者说你是凡尔赛人 或者说你是干饭人 打工人 又或者你是在现场为你爱豆的尖叫人 又或者你是在屏幕前来为我们刷屏的弹幕人 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你绝对是可以盖得到全年热点的热点人 因为我们的星光大赏就是集结了腾讯视频最闪耀的星光 你就是等待的那个星光人 没错 所以说今天晚上在这个舞台上啊 会有非常多超级的值得大家去期待的明星 那同时呢也是会是一个一彩分成的舞台 所有的星光其实都是为了大家而来 那么在线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 没错 除了大家能够看到喜欢的明星之外呢 当然年末也少不了额外惊喜随时来袭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我知道今天晚上已经为大家准备了超多的惊喜 因为我已经偷偷地看过了 真的非常的丰富 所以今天晚上我的任务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猛蒿鹅毛 好厉害 猛蒿鹅毛 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腾讯视频VIP周年庆 VIP年卡五折促销中 而且仅限三天 五折成为VIP 快人一步追热播好剧 看热门综艺 可以更清晰更流畅的 随心所欲的网上冲浪 这个当然是猛蒿啊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星光大厂的标配福利嘛 对不对 江江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好的剧在我们的腾讯视频和大家见面 而且你的角色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 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星光大使 来点新鲜刺激好玩的好不好 没问题 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的福利不可能只有五折而已了 不仅可以自己拥有五折成为VIP的福利 并且还可以带上你们的朋友一起来玩 现在参与活动还可免费领取会员天数更有现金红包奖励 扫描直播屏幕右向方二维码或者点击直播页下方 VIP八周年活动参与快来收获属于你的奖励 感谢小额花钱对于本次活动的奖品支持 你们看江江已经有惊喜带给大家了 所以说有江江这样专业的和详细的介绍呢 大家一定不会错过腾讯视频带给我们的更多的精彩了 那当然呢我们也迫不及待的要一起开启这样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夜晚了 所以说首先我们要揭晓今天的第一个也是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个荣誉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演员 有请荣誉颁颁发嘉宾 腾讯视频副总裁韩志杰为我们颁发这份荣誉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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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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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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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请 是 有请 是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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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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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有请 不温 research 这首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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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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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自己的职责 用自己的锁长 就是拍摄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来记录在这个过程中 各行各业发生的很多 非常感人的事情 对 比如说我们的腾讯视频 有一部剧叫《在一起》 这就是抗议题材的 对 它是通过十个不同的故事 其实是为我们记录了 十个不同行业上 既普通同时呢 又是不平凡的英雄们 也是特别地感动我们 那其实我记得 在这个十一假期外出的时候 就听到街头巷尾 大家都在议论说 有一部剧特别好看 《在一起》你看了吗 是 是 而且特别快地组织人力 然后在疫情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在推进这个项目 这个剧叫做《时代报告剧》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也费为有一份特殊的荣誉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特别贡献 我们觉得这份荣誉 属于每一个被抗议 做出过努力和贡献的影视工作者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耀克传媒CEO 在一起的出品人 吕超先生上台 分享他的感言 有请 谢谢大家 2020年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不管我们抱有 怎么复杂的心情 但是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年 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的医护工作者 带着勇敢的心 持援武汉 生命至上 与病魔作斗争 作为影视文化工作者 我们也拿出了我们的责任 和全国人民和医护工作者 在一起 拍摄了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 在这里 请允许我 感谢五千多位 参与在一起拍摄的同行 他们用真实的态度 弘扬了这次 伟大的抗议精神 感谢腾讯视频 从一开始 就支持在一起的拍摄 感谢全国人民的厚爱 我们永远在一起 谢谢 谢谢 谢谢吕超先生 谢谢 谢谢您 感谢吕超先生 在一起 这个片名也非常的好 听上去就特别的鼓舞人心 那其实在这个 不平凡的一年里面呢 腾讯视频也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直击人心的剧作 对 比如说像《三十而已》 还有《在一起》等等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 林海 就是平常 你要是在冲浪的时候 你都看些什么呢 冲浪的时候不就看浪花吗 还看啥呀 心中永远有片海 是吧 你不信的话 今天我知道 李线啊 王一博都是冲浪的高手 你可以 待会儿可以也问问他们的答案 你们还有同道中人 志同道合的 对 当然我知道你问的 不是这个冲浪对吧 对对对 就是你家网速是不有点慢 其实现在 在我们这个都5G时代的时候 对 我们就只网上冲浪 你最喜欢看什么剧呢 剧啊 综艺啊 电影啊 甚至于有的时候会陪孩子看动画片啊 看动漫啊 我觉得就是 就是看不过来 觉得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 孩子睡了 你才能够安安心心地看剧嘛 看到一部好的剧 看着看着天就亮了 对 我还听出了弦外之音 就是林海 还是一位好先生 同时是一位好爸爸 其实好多心态 跟我们这样当妈妈的很像 对 就是会利用很多的时间 来感受这个剧 带给我们的精彩 而且说到看剧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嘛 对 那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都不得不宅在家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就跟电影院分离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在网上去看电影 其实虽然宅在家里 可是我在网上看了好多特别精彩的电影 而且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的网络电影 这一段时间有很大的进步 对 有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要颁发的这一组荣誉 也是和我们的网络电影相关 看一看 今天有哪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好作品 看看其中有没有各位所熟悉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荣誉颁发嘉宾 浩瀚娱乐总裁刘涛 和猫眼娱乐总裁顾思斌 有请 欢迎二位 请为我们揭晓 请 荣获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网络电影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网络电影 鬼吹灯之湘西密藏 谁都别想离开 好 我们恭喜 《鬼吹灯之湘西密藏》 获得了我们的年度网络电影的荣誉 我们有请荣誉获得者上台 有请 提胆闯评商 这部影片成功续写了湘西冒险之旅 为书迷在线的一个迷人的冒险世界 上线后展现出的强大气场 接连刷新行业多项记录 为网络电影带来更广阔的想象力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网络电影 鬼吹灯之湘西密藏 好 分享一下您的此时此刻的感言 好 谢谢腾讯视频 然后我们会拍出更多更好作品 然后能够用作品打动世界 好 谢谢 谢谢 这次恭喜您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网络电影演员会花落谁家 OK 获得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网络电影演员的是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网络电影演员 陈兴旭 正附近赶口 途经此地 不知能否 等天黑 李凯欣 我就动手 好 祝贺两位 有请荣誉获得者 陈兴旭 李凯欣 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 他生动演织了 令彩晨这一经典人物 绝美爱恋 动人心魄 他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聂小倩 带领观众体验到一场 感人至深的旷世奇情 他们是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网络电影演员 陈兴旭 李凯欣 恭喜二位 来 请二位到舞台中间 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言 谢谢 看我了吗 不好意思啊 那个 谢谢腾讯视频 对我的认可 还有对电影的认可 然后谢谢剧组的每一位朋友们 大家都辛苦了 然后 当然我要谢谢我的搭档 如果你没有把我喂得那么胖 我应该不会是念小胖 OK 然后 我要谢谢BBG 还有我的粉丝们 然后 最后 这个 荣誉 我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好 来 兴旭 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然后 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给我这份荣誉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 妾女 《游魂人间情》剧组 给我们一个至今经典的机会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 我也会继续努力 然后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 好 谢谢 再次恭喜二位 是的 再次祝贺新绪和凯欣 其实我们知道 这部剧呢 在网上的观看量是非常高的 其实两位年轻的演员 我想演绎这样的经典 就重新演绎经典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他们两位用自己的方式 来诠释了这样的新的 年轻人他们心中是怎么来感受 这两个角色的 就是小倩和宁采辰 是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 继续为我们来揭晓 2020年度飞跃电影演员这个荣誉 有请 好 获得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飞跃电影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飞跃电影演员 陈立农 真的 还是个好领先 恭喜陈立农 来 我们有请陈立农 来领取属于你的荣誉 她是唱跳全才偶像 却在赤虎书生中带来惊喜表演 不甘负心中痴狂 毅然续远方 她的跨界成为年度惊喜 她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飞跃电影演员 陈立农 好 祝贺 我们来听一下陈立农 获得这份荣誉的感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立农 谢谢腾讯视频 这份荣誉呢 是我第一份演员荣誉 作为一个新人演员 我在未来会带给大家更多好的作品 好的表现 然后这一年大家也辛苦了 我也要谢谢赤虎书生 它是我第一部电影 谢谢大家 好 再次的恭喜陈立农 也请继续加油努力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也谢谢两位荣誉的接好嘉宾 请休息 谢谢 好 感谢两位 谢谢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必须要透露一下 因为我们昨 我们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 今天凌晨 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我们是提前看到了节目单 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这个节目单 是我身边的 我们的淼淼淼 最期待的一个节目之一 对 因为我知道 就是腾讯有很多的好剧嘛 那其实这些好剧 就在我们宅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开启了很多丰富的人生 带着我们是上天入地 来回的穿越 带给我们好多的精彩 就虽然我们这个一年里面 生活的方式 可能是在做剪法剪化了 但是我们内心的丰富 因为这些好剧 反而是在做加法做成法 而且这些好剧 我现在想到的 他们就会想到好多的 名场面经典的角色 还有就是很多其中的音乐 哎呀每次一想起来 就特别的心情很澎湃 对对对对 一首好的主题歌 就可以瞬间让你体会到 这个剧的精彩之处 对 瞬间 是的 那今天各位 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 绝对是在星光大厂的舞台上 首唱的一首新歌 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请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和掌声 让我们一起欣赏 联中文字幕提供 路过熙攘的风景 却为一颗雨滴着迷 跟她在指尖化醒 有点像按下琴弦的交集 有些渺小的事情 最初已经重在于我心里 后来我靠着你笑着回忆 那时多不用自己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都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去帮所有关系 不了痕迹 不了云底 全部自己都给你 Zither Harp 有话偷偷放心里 有天一点一点说给你 后来写在客户下的一期 是最好的纪念片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都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帮所有关系 不了痕迹 不了云底 全部全部自己都给你 全部自己都给你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都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帮所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士雅 词念 词曲 室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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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室声 室声 时间 曾经指了一切 原来 人山人海里有特别 指尖 反动永恒字典 解开让我心跳的悬眠 瞬间的特别 是偶然的遇见 想呼吸不知不觉 牵着一双手 在漫长的世界 递过任何的语言 世界 大得有限 有我在你身边 和你并肩 穿过黑夜 读懂明天 每个心愿 一起实现 一人的孤单 被你暖场勇敢 我在回忆里惊叹 你给的 最尝尽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 是我爱的平凡 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我为你称赖 为我存在 也怕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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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穿过迎来 心里就等待 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最好的 我安排是爱 我安排在天 我安排是用余生陪伴 最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那双眼睛忽然觉得安心 温柔像纯白色外衣 覆盖了所有忧郁 又像一瞬间治愈 一遍一遍暖着那颗心 天带的风且听了春雨 感觉心跳变化的旋律 找一个字去形容你 发现太难说明 我想能看着你的眼睛 哪怕是用最笨的表情 伸出双臂去拥抱你 我没错过的 是最幸运的幸运 安静的房间里 安静的在一起 我想着你问我的问题 有时候关于天际 有时候关于秘密 有时候你笑得很开心 如果爱是不同的事情 请收下我不同的关系 冷的时候给你外衣 把你收握紧 我找了你长长的光影 穿过世界轻轻拥抱你 我守在这里的意义 就是用余生等你 你问我要怎么形容你 你问我要怎么形容你 空洞的词都不配比喻 没说完的那颗真心 会用余生证明 只给你最好看的风景 只给你我最大的偏心 认真的说我的女孩 我想让别人 我想让别人 羡慕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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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刚才杨子和肖战的演唱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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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制服都看到了 新年快乐来日方长 对 我们都看到了 以后会经常在同性视频见面 对 刚才我也听到有人说看到这个林之小 和顾慰终于合体了特别激动 我也想再问一下你们刚才的歌好听吗 好 你们刚刚在听歌 我们在后台一直都在找姜姜 姜姜刚刚跑哪去了 我去看帅哥去了 哎呀 抓紧时间啊 福利啊 对 而且我不仅是为自己谋福利 我也去替大家验证一下 到底是买家秀还是卖家秀 然后呢 经过我一番验证 我觉得大家都是买家秀 破个对板 然后每个人都光彩翼翼的特别的帅 对 因为今天啊 其实如果你打开微博的话 你会看到瞬间说南京城星光翼翼 瞬间就上了我们的 之前我们的红毯 瞬间就上了微博的热搜 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其实呢 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 全新的打卡的方式 对不对 对 说到打卡 现在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我最近就迷恋上了一种打卡的方式 叫弹幕打卡 弹幕打卡 对 就是我在腾讯视频追综艺或者追剧的时候 就是开始的时候会打卡 然后中间呢 有一些好看的段落还会打卡 然后到了结束依然打卡 然后我就发现 即使我看到深夜追剧 追到深夜追综艺到很晚 还会有人在这个弹幕上陪着我一起打卡 就那种很有仪式感 又觉得大家在一起追一件事情的感觉特别的好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弹幕比剧还要精彩 诶 诶 对 语论特别精彩 看杨特也是喜欢弹幕一族的 你也在弹幕打卡看来 对 我就是每次我都是一定要看那个弹幕 我觉得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追剧 就特别有那个氛围 对 对对对 是的 那么想要成为腾讯视频VIP呢 追剧打卡不落人后的话 就一定不要错过 腾讯视频VIP周年庆的 五折VIP年卡促销 那这次优惠呢 仅限三天 现在参与活动 还可免费领取会员天数 更有现金红包奖励 扫描直播荧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点击直播页下方 VIP八周年活动参与 快来收取属于你的奖励 感谢小鹅花钱 对于本次活动的奖品支持 知道我们也要特别谢谢 姜姜给我们带来的 这一份的福利 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各位 今天晚上我们打卡的方式 真的非常的多 比如说上微信搜一搜 星光大赏 观看视频号直播 并参与互动 还有上微博搜索 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参与话题互动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上知乎搜星光大赏 参与热聊和知乎打主 一起为喜爱的爱豆打call 大家也不要忘了 星光发电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过程当中 快来为你喜爱的爱豆发电 祝他拿下专属爆灯霸瓶特效 对 相信在现场 有好多人都在打卡 其实我们除了弹幕打卡 就是我们线下 平常在生活中 或者在一些 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拍照打卡也特别重要 但是有时候这样 我们就特别手足无措 就是不知道 用什么样的姿势来打卡 就想请教一下姜姜 因为姜姜总是非常的美 就这种拍照打卡的时候 有什么比如说女明星 经常会用的 比较万能的姿势吗 或我就对了 请教 请教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比如说最简单的吧 就是哪哪都疼 什么叫哪哪都疼 比如说我给大家摆个姿势 腰疼 脖子疼 头疼 就是这样哪哪都疼 但是如果你要更进阶一些的话 比如说你要看上去更高级一点的话 你就要呈现出那种 若有所思的样子 比如说你在摆一个姿势的时候 你就要说 你的脑子里面就要想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吃火锅吧 还是吃火锅吧 或者想 或者想一想 冰箱里面还有什么呢 有一个番茄两个蛋 那晚上还可以做一个番茄炒蛋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管用的 但是这是一个人打卡 对 但是一堆人打卡的 我知道你说那种 就是怎么能让自己显得很好看 然后一群人在一起又很和谐 就有什么小心机没有 我觉得可能我不需要小心机吧 因为我就是那个人间白赤灯 一白遮所有 这种天生的这种自信感 就完全就不需要 一不小心就凡尔赛了 对 我刚刚想说 这也是凡尔赛的起码近阶级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对的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对自己有满满的自信 这个你才可以做得好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跟各位分享那么多的打卡的新姿势 各位以后你也不用怕 比如说拍照打卡 当然你也可以学会弹幕打卡 还可以学会拍我们的打卡照 那现场的朋友们 现在接下来的时间 给各位一个时间 你们我们把所有的镜头转向各位 你们可以用你们最最特别的方式 你可以想到的最特别的方式 来为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 我们的星光大赏打一下卡好不好 一 二 三 我们这样吧 不如大家一边拍照来打卡的同时 我们也用声音来为你们心目中的 爱豆来打卡好不好 我们就一 二 三大声地喊出 你们心中偶像爱豆的名字好吗 好 我们要听一下 要来听一下 来 一 二 三 哇 哇 厉害 这不是要问了你知道吗 对 太壮观了 太壮观了 而且我觉得都中气好足 你知道整个一个长音拖的哇哇哇 可以一直拖到来年 有过这方面的练习 是 经常会为你们的爱豆呐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登场的这一组表演嘉宾 同样也需要得到大家的热情的鼓励啊 这是一群充满着热血的年轻人 在今年夏天 他们在我们的明日高校 凭借着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年轻热血 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 由百事可乐陪伴大家 一整个夏天的明日之子们 即将在舞台上开启热爱又热血的新歌 活与我 It's my life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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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红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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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感 天红姐 天红姐 自己塗抹自己的色彩 我習慣站在那窗台 看街上路過人與海 我想要雙胞胎的天空 這個幸福讓我擋不到 老師般對我拉扯 哪有什麼大不了 這間店內辦不到 我心情都是看不到她 走在賽路口到你正在好 如果想起 白球活著你 學下一站旅行 請仰光帶我出發 行李任地留下 身上指令我哪怕 哭不及她 今晚想被我找到 夜空綻放煙花星大 我們在賽路上指令 你的花 就是我的生活 我心情都讓你 在賽路上賣 你才會對我 我心情都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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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會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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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害怕的黑暗 我只想是微笑的 勇氣不堅持我來哭了 每分離場 都懂別變成熟 躲在我們的堅固 晴陽光在我出發 心裡願意留下 身上只被我打擾 恐怖警告 心裡願意留下 被我照大 夜空閃燈 明天發生大 都能夠在你身上 心裡的狂 It's my life 不妙 也不妙 可惜到了哪裡 都還在繼續 未完結的故事 不會有結局 春夜流淚 把我擁抱在 永遠就下個比 不能够在路上不彷徨 请仰望在我手发 心里愿意留下 只想只对我 哪怕落不住他 心放下陪我 在那夜空 成方烟花色大 不能够在路上生产 只能够有办法千万 不走会是否是怎样 心里愿意留下 It's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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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看到他们两人在台上 我已经觉得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我们来欢迎见证奇迹的男人刘谦老师 还有在腾讯视频 演员请就位第二集当中有着出色表现的 我们的西京蜡木扬子来送上今晚的第一个额外惊喜交给你们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谦 今天我的身份呢是额外惊喜的福利观 旁边呢是未来的影后 蜡木扬子小姐 哈喽大家好我是蜡木扬子 是今天的腾讯视频额外惊喜观 是的 哦 对 这里的光有点刺眼 先戴一个镜子 故里上身是吧 低调低调 是的自从这个羊子呢在我们这个演员请就位得到好的表现之后呢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喜剧演员啊 纷纷的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演员请就位还有没有第三季 一定会有的我猜 大家都想要当下一个蜡木扬子 我先走了告辞 你慢慢主持 你知道给多少人鼓励啊你知道 但今天我们的身份呢其实是福利观 是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变出福利来 没错 好 为了这个福利我准备了好久啊 马上就来福利 你啊 是的 魔术吗 大家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双眼 我已经出师可以单独变魔术了 来 准备 三 二 一 走了 等一下啊 导演组昨天彩排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三 二 一 我先走了 我就没见面了 我的叫悔你都忘了 我告诉你魔术是怎么变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变这个扑克牌了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要变的 我要变的应该是这个 稍等一下 还是这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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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都不 我都不是要变出这些东西来 我要变出 我要变出 我要变出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我知道了 是一张S卡 但是我觉得 S卡导演给才有用 而且我已经有很多张了耶 师傅 一点都不惊喜 不是不是不是S卡 你看到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5 这个不是S 这是5 5的意思是呢 5折 我的天啊 是的朋友们 腾讯视频年卡呢 从现在起还有三天 5折 是的 好我接下来送出福利 现在参与活动 还可以免费领取会员天数 更有现金红包奖励 扫描直播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或者点击直播页下方的 VIP八周年活动参与 快来收获属于你的奖励吧 感谢小鹅花钱 对于本次活动的奖品支持 好的 哇你背的好熟啊 是的 戴上镜子就有记忆力 你真的以为戴上这个 就没人知道你在偷看后面的大屏幕啊 好的朋友们只剩三天啊 好五折要赶快 好把握机会 是的 我觉得光送出这些福利还不够 我觉得还要确认一下 身边人有没有收到这些福利 有道理 那我身边就是你了师傅 你有没有买五折会员卡 你有没有给我买五折会员卡 五折会员卡 有没有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还有三天不是 没有没有 你现在就得买 而且还得给师娘买 现在就得买 现在就得买 我赶快去买 现在交换给主持人先 现在带祸关啊 反正我都已经心动了 所以就不断的会有这样的额外惊喜就对了 而且呢像我们的腾讯视频 在这个平台上不断的会为大家 带来这样的有着额外惊喜的优质的内容 还有就是呢 在腾讯视频这个平台上 一直也会非常的注意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 所以特别是青年演员 也会给他们一个成长还有去尽情的展现自我的机会 那所以呢这些的青年的演员们也不断的会反馈给我们额外的惊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一组荣誉 那么这一组荣誉就是属于后浪的荣誉 好那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词文传媒创始人首席内容官 马中俊腾讯公司副总裁 Rose有请 有请 好有了二位 获得二零二零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二零二零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 没有 杨超越 我跟他只是碰巧在这里遇到的 证明的妖女分明就是 储蓄丹 想要斩草除根 奶奶当时昏倒 邢昭麟 梁杰 工作太忙 所以 许光瀚 丁雨昕 好有请杨超越 祝旭丹 行昭麟 梁杰 许光瀚 丁雨昕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020年 他们在演艺之路上挑战自我 不断成长 带来了很多令人惊喜的作品 小和彩录尖尖讲 期待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他们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 杨超越 祝旭丹 行昭麟 梁杰 许光瀚 丁雨昕 新光很璀璨啊 新光很璀璨啊 对于女的心情 对于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是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来 超越妹妹先开始 超越 你先来 你好 大家好 然后我是杨超越 感谢星光大赏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以后我一会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拍更多的作品 然后谢谢大家 好 好 助续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助续丹 感谢腾讯星光大赏 感谢我的公司 感谢2020年努力的自己 2021年我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和喜爱 谢谢大家 好 下面一位 刑招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招林 然后 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星光大赏给我这个荣誉 那未来路还很长 我会继续努力拍摄更多的好作品 不负好时光 谢谢 谢谢 梁杰 大家晚上好 我是梁杰 感谢腾讯视频 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参演这么优秀的剧目 感谢粉丝 感谢观众 我也会继续努力 拍出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许光汉 谢谢腾讯视频 然后谢谢这份荣誉 我会带着这个荣誉 拍出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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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六位 也期待着未来各位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谢谢各位 请台下休息 是的 谢谢你们 谢谢 期待你们更好的表现 我们看到超越把这样一条飘逸的裙子 穿出了一种侠女和硬朗的味道 其实也期待着你们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出自己不同的方式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有劳我们的两位揭晓嘉宾 请继续为我们揭晓的是 2020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 来 有请二位 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 赵露丝 欢迎成三公主 陈千千 我刚刚就是去做了个头发 画了个妆 恭喜两位 有请赵露丝 毛小彤来到舞台上 她是传闻中的陈千千里 敢爱敢恨的陈千千 也是我喜欢你里 鬼马机灵的顾胜男 她是三十孩一里 勇敢试错的平凡人妻 钟晓芹 她们是甜心小可爱 也有迎评大突破 她们就是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 赵露丝 毛小彤 好 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此刻的感言 来 哪位先来 来 两位分享一下你们现在喜悦的心情吧 谁先来说 大家好 我是毛小彤 很开心 谢谢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 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柠檬影业 感谢飞总和欧总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最过瘾的事情 就是可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塑造不一样的角色 希望未来可以继续突破自己 不辜负大家的喜爱 谢谢 好 来 我们来听听 赵露丝此刻的感言 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露丝 今天来到星光大赏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能够给我这个荣誉 未来的路还很长 还要好好的努力 然后 带着任务来的 希望大家 还要多多关注 长歌行 还有郭子静来了个女弟子 谢谢 谢谢 也是带着带货的任务来的 是 是 是 期待大家来关注这两部新剧 再次的恭喜二位 请二位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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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你们的新作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 要继续来颁发荣誉 接下来这个荣誉 特别有意思啊 它是 今年有非常重大的突破 而且呢 很有意思 还跑到其他领域 去做了很多 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的 艺人朋友 我们也拜托二位 继续为我们来揭晓 获得二零二零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跨界人物的事 请看大屏幕 二零二零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二零二零年度跨界人物 也是这种格局 张萌 都归爸爸管 您光想着您儿子和您孙子了 那咱俩呢 好 恭喜张萌 请张萌到台上来 领取属于你的荣誉 她是风格多变的演员 也是大胆长心的萌萌子 还是自信果敢的制片人 在各种身份间无缝切换 不断找寻新的挑战 多才多艺 率真自信 她就是二零二零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跨界人物 张萌 祝贺张萌 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在过去几年呢 我做了很多的尝试 还有不同的挑战 也没有想过会被人看到 但是今年突然间 好像你过去好几年的努力 都有了成果 所以我特别的感恩 我也想跟所有 在实现自己梦想道路上拼搏的人 朋友们说 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 不会辜负你 就是努力 所以再次感谢腾讯视频 未来我一定会更加地去 严格地要求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地专业 拍出更好的剧 再次感谢 然后我想跟我的女儿说一句 哈喽宝宝 你看到妈妈了吗 等一会儿你也会看到爸爸哟 今天这个是我们全家的高光时刻 就在腾讯视频 谢谢 我爱你们 好 再次的恭喜张萌 要纠正一下 爸爸比你先上台 谢谢张萌 祝贺张萌 对 确实张萌 就刚才的这一份感言 也让我们看到了 就今年对于张萌来说 是一个厚积勃发的时刻 没错 没错 他有非常多成功的跨界 那如果 我看也有人这样来评价 就是说张萌特别的会 会玩 而且玩得很大 对 没错 其实心里有这份热爱 所以才特别会玩 但是我必须要纠正一下 我觉得你想要去玩 你想一想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真的很认真的投入 你要去玩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是 所以其实一定要心中有热爱 又要有坚持 你才能够在你喜欢的这个领域玩起来 对 你看张萌 她这个跨界就很成功 以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现在是很优秀的制片人 对吧 像刚刚在舞台上 像我们的魔术师刘谦 他玩魔术真的是随心所欲 但是今天又是我们的惊喜观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人 在新的一年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 我们下一次如果再来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玩点新的东西 对 我们也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是 是 那其实说到会玩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 这一组表演嘉宾 他们就特别地会玩 特别是会玩这个和平精英 因为听说没有人能够在他们的BGM里打败他们 是的 接下来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和平精英的推广曲 前方超A预警 我们一起来欢迎印堂少女303 欢迎 超线的交叉 超级超级美丽包 我想你还没人家 哦 哦 天和独立的三角包 超A的金包 一开包困到很好 我不很好 超级超级美丽包 哦 你很轻人 你很想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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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 employees 我能够ooked 你很想按照 我能够给你 你很想按照 当天的雨精彩得好 拥有种出现的吧 眼泪又不是紧要 有没有接近做法 结盟在表达不掉 要把它变掉 前方超爱一直在狂笑 Baby 这一角速都飙到最高 想不到谁都超傻 谁最爱笑笑笑笑笑的脚 超级超级美貌 我想你还没赢掉 你和我都得要见到 像超级的金包 一开都混得更好 都不很好 超级的金包 超级美貌 超级美貌 也是一路的地方 微笑才是我赵 是谁的风际在无聊风风中结果好吗 就当它成了 前方朝黑日经在狂笑 Baby就一角速入高到最高 不知道谁在哭 谁在哪 谁在哪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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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美丽猫 我想你还没人叫 隐藏不到的味道 有发超越的情报 一开跑步它刚好 我不刚好 超超超超级美丽猫 我想你还没人叫 隐藏不到的味道 有发超越的情报 一开跑步它刚好 我不敢了 我还没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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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云陛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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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我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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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的开放 顶得不肯扮徴 肩膀說給你 盡情盡擔擾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通過歌聲 重溫騰訊視頻 Argent early African 今年的熱播劇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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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雪崖弯了 窗外芭蕉的枝芽 一阵风凝结了 透明玻璃上的花 你在诗里外繁华 望向远方古灯塔 风折一树梨花 落满青蛙 烛火燃消旋窗 阁楼谁独自梳妆 一树窗冰如霜 未闻时光曾容让 情世里白转回肠 斟酌此去又难忘 度我不禁贪婪 风月将弯 岁月满如藤弯 你如墨 昏西沙 晕开那年的盛夏 你我竹腾软 请起树花 我看见时光 折射出的花 一转身你还在 远离的马 悄悄兑现那年许下 童年无际的喧哗 是你让山春冰雪都融化 为我一路 重满了肩甲 让我回到最初梦里的 天真无暇 我听过时光 度人的喧哗 像你为我 闭上秋冬春夏 那个少年胆强匹马 陪我浪迹走天涯 对时光 低沉湖泊的无瑕 斑木花铁 与你煮青茶 清风浮上蜜月光洒 看炊烟南霞 光阳如锁一锁采取一锁痴 青丝白转丝丝缠乱又不止 指一锁闹 指一短情绣纹 冰帘里双致 难寄托 这相思 都不转转着话 稀释却已知 寻寻觅觅 在什么次又一时 还记得牵手梦时 欲言尽如此 恨对面不消失 我愿花多望断天涯 那一方惊喜 这颗心头写你的名字 轮回踩电话 请自负 执救春彩色 见不对 共缠绵 伸手试试 我愿花作望断天涯 那一方惊喜 转刻心头写你的名字 轮回踩电话 听自负 执救春彩色 见不对 共缠绵 生生世世 见不对 共缠绵 生生世世 感谢几位精彩的表演 也感谢独家合作手游 和平精英大吉大礼狂欢祭 光子鸡派送 惊喜好礼快来登陆 游戏领取 知道 本活动由 一起拉我吧 把宰子带回家的 微电APP赞助播出 那接下来 我们要颁出的 这一系列的荣誉呢 同样属于今年 有着非常出色表现的 年轻人们 让我们有请 荣誉授予嘉宾 作家 我吃西红柿 和腾讯公司 副总裁 Linker 有请 获得2020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潜质乐团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 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潜质乐团 水果星球 最快乐的水果人 来 让我们有请 水果星球 自上个夏天出发 向下个夏日奔跑 他们才华横溢 他们未来可惜 他们相信 水果星球里 会有你想要的自由 他们是最快乐的 水果星球人 他们是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潜质乐团 水果星球 欢迎水果星球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领取你们的荣誉 我们也来听一听 他们获得这份荣誉的感受 要和大家分享点什么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首先能来到星光大赏 然后首先我应该感谢腾讯 然后感谢百事 还有哇唧唧哇 我们的龙丹妮女士 还有我们的浩姐 还有我们的佩姐 对 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 Tina姐 还有我们的新选老师 其实水果星球是一个刚成立的乐团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 去做出更好的音乐 让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多样性 和我们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个 最具潜质乐团 明天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的是 最具实力乐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请继续加油 谢谢 加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请两位嘉宾继续为我们揭晓 下一份荣誉 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人气乐团的事 请看大屏幕 我们都在路上 气韵联盟 恭喜气韵联盟 有请气韵联盟 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身后友谊 有帅气独特的人格魅力 有音乐路上的 坚持 他们点燃了2020夏季 收获了无数少女心 这辆车上去了 就不许下来 他们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人气乐团 气韵联盟 好 欢迎年度人气乐团 气韵联盟 刚才我们已经欣赏过 他们的表演 对啊 It's my life 接下来来听听看 你们此刻的感言 来 大家好 我们是气韵联盟 我们是一支新成立的乐团 在成立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要同样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哇唧唧哇 感谢百事可乐 感谢龙总 Tina姐 还有每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去年在TME的盛典上 我为一支乐队伴奏了一首叫 直到世界尽头的这首歌 当时我在舞台上 我就做梦的梦想就是 如果我能拥有一支自己的乐队 在这样的盛典上来演奏 那该有多好 我觉得通过明日之子 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而我的队员们 他们也正在实现 每一个人的乐队梦的这条路上 乐队 它不能说是一个信仰 但是我们慢慢会找到乐队的核心 我们永远在路上 谢谢 谢谢 再次祝贺 气运联盟 祝贺你们 恭喜 其实很多的梦想 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 它就会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那刚才这两支乐团 他们都说过 自己这个乐团刚刚成立 对 其实他们都是 明日高校的毕业生 而且在腾讯视频的热播综艺 就是明日之子乐团季里 也获得了非常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大家都感受到了 所以再次地祝贺他们 如果说这是他们乐团职业生涯的 第一步的话 这第一步走得相当地精彩 未来可期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下一份荣誉的归属 来 有请二位 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团体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团体 应堂少女303 来 恭喜应堂少女303 有少女的甜度 也有追梦的硬度 以赤诚之心包裹成长的决心和勇气 化作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应堂 闪耀全场 前方甜蜜少女超A预警 她们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团体 应堂少女303 好 欢迎应堂少女303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获得这份荣誉的心情 对不起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应堂少女303 应堂少女303 今天获得了这份荣誉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我们七个人从创造营2020成功的成团出道 然后到现在大概小半年的时间 也是有过不少争议嘛 但是我们很庆幸地有彼此的陪伴 然后还有我们可爱粉丝们的支持 所以也一路走来 现在我们拥有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有了我们的见面会 有了团宗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舞台 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地感谢 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人们 然后也要 尤其要感谢通讯视频 感谢哇唧唧哇 对我们的栽培 对我们的偏爱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 然后要以着严谨和诚挚的心 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 然后不让你们 不会辜负你们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最后 万丈光芒不一般 印堂少女303 谢谢大家 谢谢 以后的路还很长 大家会一起陪伴 一起去迎娶美好的未来 再次祝贺你们 谢谢 祝贺 哇现在的我们的新生力量 都非常的勇敢 而且很真诚 所以他们不光是拥有 超高的人气 而且可以感受到 他们身上充满了正能量 特别的令人惊艳 是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身上 有一点非常的可贵 那就是自信 满满的自信 在这个舞台上 挥洒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特别的青春的魅力 当然我觉得腾讯视频 也相当地有眼光 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 给这些青春的力量 这些不断向上的正能量 提供一个很大的舞台 我们也期待着 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通过腾讯视频 绽放他们的演绎梦想 让更多的人爱上他们 喜欢上他们 他们也在自己的追梦路上 可以一路前行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看 下一份荣誉的归属 获得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 周深 恭喜周深 他用音乐与世界对话 用灵魂凝结百变风格 纯粹空灵的吟唱 在无声处听惊雷 无需用力 却足够惊艳 他是天籁之身 他是2020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 周深 大家 大家 太矮了 大家好 我叫周深 然后 谢谢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能够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我也特别谢谢 我的声名 然后也谢谢 也谢谢每一位 听过我歌曲的人 然后也谢谢 所有沐浩老师的努力 然后总之就是 还是那句话吧 希望能够努力成为你们的骄傲 谢谢大家 恭喜 再次的恭喜深深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深深 其实深深不光是有天赋 而且还非常的勤奋 那光在今年呢 他其实就发布了很多好听的 原唱的歌曲有 32首 32首之多 好听 对 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还不够好 我们还期待有更多 因为尤其是深深演唱的很多 电影方面的主题曲 还有配乐也特别的好听 对大家都叫他OST大魔王 没错 好 我们一起为深深加油 那接下来的这份荣誉是属于谁的呢 请继续揭晓 谢谢 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国慢的事 请看大屏幕 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国慢 让我们欢迎 让我们欢迎 和更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正能量导向 他就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国慢 斗罗大陆 大家好 我是斗罗大陆的动画导演 来自玄机科技的唐红林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给予 斗罗动画这个荣誉 得到获得这个荣誉 首先我要感谢总导演沈乐平先生 还有斗罗大陆的原著作者唐家三少 以及玄机的幕后所有的制作人员 和配音老师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腾讯视频 和制片人周旺老师 一直以来对斗罗动画的大力支持 今后我们会再接再厉 把更多更好的动漫作品呈现给观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斗罗动画制片人周旺 三年了就是连续的不断更的 斗罗动画一直陪伴着大家 我希望斗罗动画一直可以陪伴大家走下去 三年三十年甚至三百年 谢谢大家一直对斗罗动画的支持跟理解 同时也请关注腾讯视频 更多更好的国慢作品 让我们一起见证国慢的崛起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的恭喜二位 谢谢二位 是的 谢谢 相信今天在现场听到的刚才这种震耳欲聋的 呐喊声支持声 一定也会特别地鼓舞我们的主创的 对 其实很多喜欢动漫的人可能都有相同的感觉 比如说 就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带一个 就是某手办在我的身边 放在我酒店的床头上 就是我会感觉到心里面看到他就特别有安全感 其实就是动漫里面的我们喜欢的人物 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直给我们温暖力量陪伴着我们 是的 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是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份荣誉的归属 有请二位 今天晚上要领取 这个荣誉最特别的一个人 对 我想说一下恭喜唐三 我也听说了 其实今天唐三会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出现在我们这个大赏的舞台上 究竟是什么方式呢 我们这样好不好 全场喜欢他的朋友们 我们两个人数一二三 你们大声叫他的名字 然后看看他会不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出现在舞台上好不好 好 来 一 二 三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VIP唐三 非常荣幸获得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虚拟人物 感谢三年来大家的喜爱和支持 非常开心获得这项荣誉 希望各位魂师未来 也要继续支持斗罗大陆动画 我会继续陪伴你们 热血冒险 迎接新的挑战 一起来吧 就看到这样的场景 特别热泪盈眶似的 就是大家 大个出来 对 也是你的心头好 看出来了 对大家在现场一起在为唐三加油 今天我们看到唐三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也让我们对俄次元有更多的期待对不对 好 说到俄次元 我要问一问今天现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今天下午干了一件大事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有什么大事 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你们知道吗 跟国曼非常的有关系 各位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腾讯视频星光日有安排了动漫频道的俄次元舞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的去关注一下 我今天下午一边备稿一边关注了一下 今天下午我们不是在一起就比如对稿啊或者是备稿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你们看我一直拿着手机摸会儿鱼啊 这鱼摸的还是蛮深的 是是是是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特别的演唱会 尤其一上来很照顾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对对对 我一上来就听到像哇黑猫警长啊等等啊 哇就觉得自己的回忆杀 我们蛮有共鸣的 对对对对 回忆杀就全部都回来了对不对 当然其实除了像我刚刚讲到的黑猫警长 葫芦兄弟之外 还有就是像刚刚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的斗罗大陆啊 还有像这个虚拟偶像的斗罗女团啊 各类不同风格的动画主题 真的你在看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你就觉得你心中的那种青春的热血再度的被点燃 对这就是这样的俄次元世界的魅力所在 而且听说今天下午在这俄次元的演唱会上 不光是有特别多的好听的歌 还有那些很优秀的配音演员他们也亲临了现场 对对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啊 我觉得在想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俄次元的这样的演唱会 其实也是因为腾讯视频可以说是国曼的第一平台了 那在对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腾讯视频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几百步的优秀的国曼 而且这些国曼都是非常优质 而且有生命力的 不光是有生命力 还有很多是破圈之作 所以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腾讯视频在国曼这一方面的 既脚踏实地的在这样的经营 同时呢又仰望星空在祝梦 那其实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大家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国曼有价 是的 其实说到国曼的话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幕后的主创 你要知道一部国曼能够保持天天更新 在背后有很多的人默默地付出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到台上来领取这个荣誉的两位主创 也代表了在我们的腾讯国曼的世界里面 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也建议我们现场所有喜欢国曼的朋友们 把你们的掌声来送给这些 为我们可以沉浸在那么美妙的世界里面默默付出的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好不好 请给他们一次掌声 谢谢各位 谢谢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 随着我们的对国曼的主创们在不断地努力 其实喜欢国曼 关注国曼的人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女儿吧 她就是12岁嘛 那她之前其实很喜欢国外的一些动画 但是就在上个月 她突然跟我说 她现在特别地喜欢国曼 她也给我介绍了很多优质的国曼的作品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才会这么地激动 心里感觉非常的沸腾 那我们对这种非常激动的感觉 是不是应该用音乐来表达一下 那当然 那当然 其实看我们的国曼的朋友都会知道 我们的国曼的 在我们的俄词园的世界里面有非常栩栩如生的角色 有那些跌宕起伏的剧情 还有就是很然的扣人心弦的歌曲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的准备工作呢 也进行的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走上过舞台的我们的水果星球 他们真的是热血青春的一支乐队 而今天他们要用他们的音乐 带我们一起回到我们所熟悉的国曼世界当中 要带来的是一个串烧 我要考一考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你们直接用你们的欢呼声来回应我就好了 我要看看你们对这些串烧的作品是不是了解 我们这个串烧的作品包括了《信仰》 《斗罗大陆》和《吞食星空》 如果你暂时觉得 我必须要搜索一下这个旋律的话 没关系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共鸣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水果星球 准备我们点燃现场 把风绕圈结构参与 望雨足迹效应 夜空下聆听 归来的续曲 掀起山 风貌辉光 一如寄往远方 看星火 雕缘跋光 找成你我倔强 从都在海天风辉煌 前行的路上有你在圣毫 誓言热血血夕阳 永恙永不散场 啊 要默默被最后的视线定了 我用火焰照待天外的来客 趁着运势还在 和大车拉扯 夜盘就在 夜盘就在 冬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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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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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